哈喽大家好,我是Elaine,欢迎收看本期的美洲360,来回顾下上星期的车谈大小事。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传闻中国LiAuto理想汽车即将在我国成立公司,新陈将在2025年引进大马。 有关注中国车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理想汽车通过冰箱、沙发和大彩电, 更是让他们成为中国造车新势力中发展趋势最好的一家。 2023年,与中国新市场的总销量超过60万辆。 那最近,有传闻指出,2024年理想将会在我国开设办公室, 并且预计2025年在我国市场引进新车。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理想汽车在本地市场会直接应允还是会选择本地的合作伙伴。 而目前,理想汽车旗下的车款主要有L7、L8和L93款。 不同于其他造车新势力选择推出纯电动车型, 理想旗下的车款搭载的是相当独特的真诚式加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而能让他们大受欢迎的因素就是因为其拥有沙发、冰箱、大彩电, 并且他们的官方标语直接就是创造移动的家, 号称让你在车里找到在家的感觉。 那如果理想真的进军我国的话, 你们会考虑入手吗?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第二则新闻,2025HONDA CIVIC小改款无预警登场。 上个星期,HONDA就率先在美国发布了CIVIC FE小改款的官图, 从中可以看到原厂为这款车换上Type R FL5同款的BUMBER, 直接免去了你后期改Type R的麻烦。 那目前,原厂只是公布了新车的官图, 其中除了BUMBER的之外, 还可以看到它的水箱护罩的设计, 从横上市改成了蜂窝式的, 让它整体看起来更加的精美。 另外,据外媒Moto1的预测, 它的内饰很有可能会功能升级, 包括换上和新一代AQ一样的智能主机, 这个主机的尺码有望加大至12.3寸。 同时,因为原厂和Google进行合作, 因此内建的系统不仅支援Google语音控制, 甚至还有内置Google的应用, 并且还支援线上更新系统功能, 整体将会变得更加智能。 据悉,新车将在今年夏天率先在美国上市, 虽然暂时还没有任何会进军我国的消息, 但是作为本地的C-Segment首当之王, 相信Honda Malaysia可能最快在今年内, 或是明年年初就把这款车导入大马市场, 你会期待这款车的推出吗? 第三则新闻, Toyota BZ4S终于要来了, 根据消息指, 新车发布时间将落在农历新年之后, 自BZ4S去年年初现身本地预览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而近日有消息指UMW Toyota确认, 近期内会在本地发布品牌首款纯电车型。 简单的和大家回顾一下这辆车, 它是基于ETMGA平台打造的, 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纯电动车型,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设计风格, 颇具未来感, 和其他的Toyota车款都有截然不同的设计语言, 而且因为是电动车的关系, 因此为了更好的风阻系数, 它是没有传统的水箱护照设计的。 另外,它的内装也使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整体走的是丰田品牌比较少见的科技感设计, 可以看到7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2.3寸浮旋式触屏主机, 同时这款车子使用的是电子换挡机构, 加上如同太空舱一样的方向盘, 因此虽然整个内装都是极简的设计风格, 但是也有着相当出色的科技感。 那GC大马版只会引进前轮驱动车型, 其中它电机最大的马力200亿hp, 峰值扭力265Nm, 0-100加速只需8.4秒, 而它搭载了71.4kWh电磁组, 根据WLTP测试标准, 这款车有着最远530km的续航啊, 并且它支援最高150kW的DC快充, 只需30分钟就能玩到0-80%的充电。 那传闻指出这款车在我国的预计售价可能会落在250kW的马币左右, 而在之前我们也做过了一期BZ4X的介绍影片, 有兴趣的话点击上方小白点观看。 第四则新闻, Mazda 6确认今年内日本停产或不再推出换代车型, 近日日本媒体爆料指, Mazda决定今年春天在日本当地停产当家旗舰轿车, Mazda 6, 而有鉴于原厂近年来把中心专注于SUV车型的开发上, 所以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确认原厂是否会为它推出换代或大改款的车型, 因此未来这款经典的D-Segment Sedan很可能将就此走入历史。 考虑到了Mazda最近的心思都花在了SUV车型上, 毕竟SUV车型在全球各地都很受大众的喜爱, 它们出色的销售表现也进一步吞失了Sedan车型的生存空间。 因此未来是否还会有新一代Mazda 6的推出, 其实依然是个未知数, 而且现阶段大多数关于新一代Mazda 6的消息依然是处于传闻的阶段, 因此日本停产这款车后, 如果后续没有换代车型的推出, 这款车可能就此走入历史。 那目前大马的Mazda 6也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目前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大马未来的销售是否会因此而受影响,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款车的话, 就要快点努力点把它带回家咯。 第五则新闻, 2023年大马新车销量再破纪录, 全年销量接近80万辆, 根据Mazda 6上个星期公布的2023年大马新车销售数据, 去年我国一共售出79万辆新车, 不仅连续两年突破70万大关, 也再次突破历史新高记录, 出色的销售成绩相当的惊人啊。 根据Mazda 6主席Mohamad Shamzo Mohamad Zain的说法, 新车销售量的增长主要原因是, 在去年3月31日前的SST Ascension销售税减免, 而且因为全国大选后的经济形势变得乐观了, 也为新车的销量带来了正面的帮助。 虽然我国新车销量连续两年破纪录, 但是MAA预计今年本地的新车销量会比2023年稍微下降7.5%, 他们预测今年全年本地仅会售出74万两新车而已, 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在去年买车的车主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的节目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